几周前,栏目组接到了黄先生急切的电话,电话中黄先生详细地说出了家里的矛盾,同时传来了一份短信记录,正是这份短信记录让编到目瞪口呆。 好想去死,父母的回答竟然是随便,看来给我省生活费了,谢谢,儿子对母亲说,我好想杀了你,母亲回答,你不是想杀了我吗,这不就没机会了,儿子则说不想脏手。 这样的记录让人看着心惊难战,父母与儿子本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但这个家庭却爸妈不像爸妈,儿子不像儿子,更像是仇人之间互相挑衅的战术,这样畸形的家庭关系让父母和儿子都挺苦不堪,而矛盾的制造者竟是家中年龄最小的儿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家庭关系破裂,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要以杀人名制呢? 第一次他这样说吧,我就把钱给他了。 就是说孩子是通过以死相逼来跟你们要钱? 有这种钱。 然后儿子说出要死,你们也会回答说随便吧? 因为当时我爸发生那短信,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悲伤了。 他动不动就以这种现象,要么自残,要么就自伤,要么就是反正他给你整个点事都是特别大那种。 现在想着我就有点忽悔,当时自己怎么没很下心呢? 这些情况我只是觉得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太激烈了。 就像今天早上一样,我们都是说好的,我说我们今天有事,我们早点出发。 他爸也跟他说了,但是他就叫一次,不搭理,叫一次不搭理。 我怎么在乎了?只在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自己的兴趣之类的。 后来他爸爸就站在他跟前,他拿着手机在这儿玩,他爸是说的,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叫你多少次了。 他直接把手机还拿着手机,他爸一下子给他夺过来,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就这样说。 他立马就推了他爸一下,他就把枕头底下,我们家有这么长一个水果刀,何时搁在枕头底下,我们不知道。 天呀。 一下拿着枕那个水果刀,他就站出来。 他把刀子拿在他的那个左手扁,左手上,然后刀口是朝你的,朝这个位置。 我就站在冰箱,我说你是冲着我来的,对吧? 我让你痛我呀,你不仇恨这,最仇恨的就是你妈妈,我让你今天痛我啊。 不,就因为拿,就是争夺一个手机,就拿着刀。 就是因为他爸爸说了很多次,很多次他都这样。 叫他干啥,他不干,说他几遍,不听。 很多时候他说我也就不管了,也就不听。 他这个刀已经拿在手里了。 对,他这个刀拽在手里面,拽在那个右手,就是这样,背着后边,就是这样。 他真敢动手吗,你们觉得? 他敢。 有这种情况,奋斗的时候应该有,应该会。 天呀,动过手吗? 对我,动过手,算是对我,他没有。 儿子冲击动过手啊。 就因为黄先生抢夺了儿子,一直把玩家的手机,随即儿子对他拔刀想想,与他们面对面的对峙。 而这样的场景,在这个脆弱的家中却不止一次的发生过。 十三岁那年,哎哟天呀,什么情况啊,严重吗当时? 对,那天报警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早上六点,他早上六点出去的,在晚上八点半都没回来。 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从早上到晚上八点多,你都没回来,你干嘛去了? 他说,跟你没关系,我听了这话之后,完全没有反应,好像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我说他,他也不听,不听后来我就拿着那个,就是我们家有那个电线笋,就拿着电线笋戳了他两下。 我打他第一下的时候,他闪开了,打他第二下的时候,他一把把绳子都拽住了,拽住了之后了,第三次的时候,就我正准备举着手打他的时候,他拿着手机报警。 他打您了? 对,他等时候,他打,我打他的时候,他这样的时候,他就,他等于还手了,他还手没打上我,就说推我,就推我,推我,就是一个链器,我就往旁边站,靠在桌子上了。 他当时拿着,打我机,他说他就点煤气罐,当时把我给气了,我后来,我抓住他了嘛,就把拦住了,拦住了之后,我就说,你又有啥事,你冲我说,你觉得我不好,你可以直接对我。 我说,你没有必要,我们是租的房子。 我的怀疑吧,他是拿着刀吓唬我。 他是真的拿自己了,还是说只是? 就是拿着那个铁棍子嘛,就在我们家里那个时候,他爸不是上班有那种那个钢筋啊,那些, 你制的那些东西嘛,这么长的,他拿着就敲打自己,我就一把去躲过来,躲过来之后,我们那个时候,家里住的就离得很近, 这就像那一个桌子,做的菜刀啊,那些菜板啊,放在这儿了,他拿着菜刀就拿着就自己砍,我一下又躲过来了。 受伤了吗,当时? 没有,因为他当时才拿上嘛,拿上我就再躲下来了,躲下来就没受伤,我真的那个时候,那肯定啊,肯定害怕啊,如果是真的是伤了也好,残了也好,那还是自己的责任呀,是吧? 你就说再不听话,再不怎么样,他是你自己的孩子呀。 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他会用这些极端的方式来对待你? 对,确实没想到。 你就走这么极端,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你自己说出来? 嗯,不说,无论啥事就不说。 你那些话真的是,让我真的觉得很烦。 从十二三岁开始懂得反抗,甚至在母亲动怒的时候,把母亲推倒,到今天愤怒地拿起刀,对着自己的父母。 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想知道他从来不跟我们说为什么。 这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亲生儿子。 对,特别心寒,我感觉就是养他吧,真的特别特别的辛苦。 除了点煤气之外,前期采访中,魏女士跟编导提起了儿子做过的另一个极端行为。 我拿着皮箱水打,他就反手过来把我给绑了,就把我的手给绑了,绑了之后他就出去了,一下子就冲出去了,走就是有,我用的那个线比较细嘛,就相当于这么细的一个水比较长,他一下把我手缠着了,他就跑出去了,直接就把门一下子给关上,关上了就挂上锁了,立马就把我锁在家里了。 拔刀,捆绑,纵火,近年来,儿子不断生出事端,父母没有过多在意,直到今年六月的某一天,儿子做出了一件更为极端的事情,这一次让父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害怕。 六月十三号,六月十三号就是刚看到那一幕,就是那种情况。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是我发给我的,就是他那天他给我发那短信,我儿子发短信的同时,给他爸发的和我发的是相同的信息。 什么内容? 他说他身上没钱了,我心想才前两三天才给你打的钱,怎么又没钱了?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没钱了,你干嘛去了? 这个就是他给我的对话。 这个是我发的。 就是那一天,儿子发来信息,说跟你们要钱,不在学校,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用钱这么费啊? 我每个月给你的生活费都不低于八百,因为那次我跟他一下留了八百块钱,留了八百块钱,他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花没了。 那他说没钱了,我们也不可能说不给吧。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我好想死,我说那还是给他打点钱吧。 就又给他转了二百块钱过去,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二百块钱必须用到月底,然后到下个月才给你。 然后您又给他打了两百,他还不满足是吗? 我就是你儿子,你就应该给我拿钱,我要什么你就该给。 后来我就不是跟他发了一条短信,我就问他,我说我不是你的提款金。 我说你姐姐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每个月生活费都是到月给。 我说是不是在学校里花钱太多了的话,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在上网。 骂人的时候都是,你这货什么的,让我觉得听了我特别高兴。 魏女士一直怀疑儿子要钱是不务正业,因此他跟儿子小黄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执。 儿子始终不肯说他要钱是干什么,而魏女士也丝毫不肯退让,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而态度一向温和的黄先生也开始很严厉地责怪儿子。 儿子小黄一直在强烈地反击父母,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节目开头看到的短信内容。 看到父母这样的短信之后,儿子小黄当即回到家中选择了自杀。 直到第二天,魏女士收到了来自儿子老师的短信,说儿子并不在学校。 此时,魏女士和黄先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找二姐帮忙找寻儿子。 结果,二姐在黄先生家中找到了已经自杀了的小黄。 家里谁在呢? 家里我们没人在家里。 你们老家家里是没有人的,只有孩子一个人? 也没有老人吗? 没有,我妈妈去世了,就是我婆婆。 那就是说你们两个在北京打工,她一个人在四川老家? 对,对,对。 她那天回家,她就是,就把这个手,我们家的装修房子,装修完房子以后有这个刀片,把这个手也划了。 天啊,她说自杀不是吓唬你们的? 当时我们以为是吓唬我们的。 说实际上,其实那天晚上,我甚至都有,就不活了这种感觉。 然后我又让我姐,她就在我们边。 这家什么情况啊当时? 这家她就是把那个手,那个手腕,这个左手手腕给过了,过了以后,那个脖子上面,也有那个,也有那个,有那个筍子,有那个印子。 那个时候家里不是有刀吗?划了伤口之后也没,也不是特别疼。 因为没划到有害物,就是稍微划不住点皮。 那种就是我想想可以,但是我不会去做,但是它是那种冲动性的。 姐姐怎么说的呢? 躺在沙发上,就是说地上流的有血,血都干了。 当时把我姐给吓一跳,她说我的天啊,孩子咋这么瘦啊,咋就成这样了。 孩子当时是受伤了,昏迷了,还是什么样啊? 不知道啊,我姐说感觉特别瘦,又脏又乱,就给她清洗了一下。 然后就涂的那些,我姐就那时候就问她,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她说她不想上学,我说你不想上学,你可以告诉我们的,也没人逼着你,非得去上学啊。 还好不是那么的重。 对。 那种感觉特别不好。 她下刀之后,心里是害怕的。 正好我们那天又去交房款,我说我们今天很忙的,你还在这儿导事。 儿子小黄的自杀,似乎并没有引起父母的重视和关心,反倒被父母责怪,没事找事。 而小黄也更加的不愿意想开心扉,从此变得更为陌生。 就算过后父母询问她自杀的理由,她也选择了沉默。 我就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老师那样走极端,说你是想不想上学啊,你告诉我,你不想活,你是为什么? 我给你太多的压力,什么压力,来自于哪里,你自己说。 就一直你们夫妻俩是在北京打工,孩子是留守儿童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是那种情况。在学校住宿吗? 9岁就住宿了。 对,其实她从幼儿园就开始住宿了。 买男呢,去宿了。 9岁之后,平时周末回到家就是一个人什么? 对,睡觉也是一个人。 9岁啊,我们就两个孩子。 就你几个孩子,你就这一个孩子。 两个,那个孩子。 姐姐呢,大了,大了在北京呢。 在北京上班了,早就在北京的时候。 对,现在我们在北京。 你都在北京,为什么不给她带过来? 我说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在这上学不行,上不了。 9岁开始就晚上一个人在家住啊。 因为她很小就是一个人住。 哎呦天,我儿子今年9岁。 如果让她一个人睡,我估计我儿从来平常不哭的。 我要真让她一个人睡,她能哭一夜不睡觉。 但她从小不哭。 不担心她的安全吗?才9岁啊,那晚上那么黑。 我这种情况不担心。 她没考虑过我是否受得了。 你们儿子的童年,一直到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父母陪伴的。 对,这个是。 就是说她早上起来,其实都看不到爸爸妈妈。 对。 我总跟我的很多朋友说,我说我虽然很忙,但是我努力做到,除了工作,出差以外,我要让我的儿子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我。 他不在这儿上学,他要回老家。 他一回,就是说还没有回去的时候,他就给他奶奶打电话。 他想他奶奶,他奶奶也想他,一打电话就哭。 这个我能理解,奶奶带的多。 对。 可是后来奶奶过世了呀,你们怎么不把孩子接到身边呢? 那个时候就是他在上学。 是接到身边,但是在北京上不了。 所以这个孩子整个的上学的过程,就是颠沛流离的感觉。 对。 而且也属于,虽然有家,但是居无定所。 可以这么说。 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乖的,因为不能玩手机,也没啥芯片。 因为老家是山区嘛。 只是觉得说,就是像他现在那种情况,就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在他童年上学的时候,的确是对他有一点愧疚。 只是说,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养他也是相当辛苦。 其实您觉得也非常的为难。 的确是很难。 那你们就没想过,回到老家,回到儿子身边工作? 我说过,他不让回去。 谁不让回去? 儿子不让回去。 我自己能行。 小孩子的话吗? 三点之前,就骂我,我就有点受不了。 他是。 你能想过吗? 我原来就是在他,后来就是初二的时候,出三的时候,我也给他说过这个事。 我也给我媳妇说过。 我说要不出三的话,我就回去,回家吧。 回家我就陪赌他。 反正我说,就在我们当地找事做吧。 找事做相对来说,就是晚上能照顾他。 但是后来又因为很多原因嘛,后来也没回去。 原来,儿子小黄从九岁开始就一个人生活。 九岁之前,他跟着奶奶长大。 在奶奶去世之后,他便开始一个人独自成长。 每天他都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几乎没有父母的陪伴。 可以想象,将近十年的时间,他有多么的孤单和无助,多么的想要父母的疼爱和关心。 可是一晃从小学一直等到中学,还是没有等来父母的陪伴。 始终期待着与父母的团聚,但是等来的却是父母对自己冷冰冰的回应。 其实想要赚钱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赚钱就不能陪在孩子身边。 后来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儿子,如果是你希望我爸妈任意一个回去,我们都可以回去的。 不是不可以,不是做不到,也可以回去的。 他说不必要,你们就在外边挣钱,我们再好好学就行了。 但是那个时候,每个礼拜我们都跟他沟通,都挺好。 这个上次儿子真的有自残和自杀倾向的行为,是多久以前? 就是6月23号。 就是今年的6月23号,有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就6月29号,我们就把他接到北京来了。 现在在北京是专门,是因为他受伤了接过来的? 就是有这种行为之后接过来的? 对,有这种行为,就是沟通一下,他具体是为什么? 为什么贵了9月23号? 在北京也买了房子了是吗? 周边买了。 现在乡后买了。 对啊,其实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件好事啊。 房子在谁名下现在? 女儿名下。 写在哪儿名下呀? 对,对。 儿子知道吗? 知道。 不过我们也告诉他了,我说这个以静观方言我们不会,不会说是不管你到你,你向你姐那个眼里,我们也如果是愿意在北京,我们照样也可以出首付你,出房贷就行了。 你们两个孩子年龄差的还挺多的。 差七七。 对,就是相差眼里的,全数太大了。 怎么差这么多呀? 这个是超生的。 那为什么要老二呢? 这个因为当时吧。 因为他姐姐。 什么叫因为他姐姐啊? 他姐姐就是想要一个伴嘛。 所以生儿子是为了给姐姐做个伴? 对。 这个话你们跟儿子说过吗? 也跟他说过。 你不会觉得这个话说起来,儿子会觉得他的出生和他的成长是为了完成伴姐姐的任务? 也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两孩子没有什么偏差。 没有说对谁说是偏心的。 好,来,帮我推下这个姐姐的话筒吧,因为我知道你们大女儿也来了。 嗯。 来,姑娘你好。 你好。 嗯,你知道弟弟现在的情况吗? 嗯,知道。 你怎么看他现在的这样的让爸妈如此担心的状况呢? 他的性格一方面,然后导致沟通可能又是另外一方面。 两方面的相撞的话就产生了现在这样的情况。 嗯,在你们家庭当中,爸妈妈对你和弟弟会有偏向谁多一点吗? 没有。 你从小也是留守儿童吗? 对。 一直到多大呀? 十八岁。 我听到你哭了是吗,姑娘? 没有。 还说没有。 其实姐姐弟弟都一样。 有可能吧。 都是留守儿童。 都是独自长大的。 因为在我们那边玩,你不可能说是孩子学校在哪儿,一家就跟在哪儿,那是不可能的。 都很远很远。 其实理解父母的做法,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想要父母陪在身边。 确实是留守儿童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 这个我们心里。 对吧,我们国家其实真的每年都有大批留守在老家的。 就要离开父母身边孤独成长的孩子,都有共同的问题。 其实现在,想起当时那个情况还是想要流泪的,听着特别的揪心。 我也揪心的受不了了,但我也相信主持人也好,还有在座的各位都特别揪心。 所以我特别想缓解一下大家这个情绪。 其实你看他们两个现在也特别揪心,他手一直攥着。 然后再看看这个父亲的凝重的表情,再看看这妈妈不时的在擦泪。 其实这个事儿,现在我请求先把那个儿子在,把他的声音关掉。 跟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来说呢? 因为我也是一个儿子。 刚才你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好多那种场景,就历历在目,我也经历过。 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先不要紧张。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了,问你们来分析他这个自残也好,自杀也好,这个原因,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么紧张。 我可以告诉您,他为什么自杀? 他所谓的自杀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给你们的一个回应。 因为你有一个习惯,经常在孩子面前从不示弱,而且有一个词叫叫板。 您知道吗?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儿子拿着把刀在身后,您跟他说,你捅我呀,你捅我呀。 这是您的语言,对吧? 这时候,儿子的刀是没有举起来。 您想想,如果他举起来的时候,你让他,你捅我呀,他会怎么做? 他一捅你,他可能不忍心,你让他扔掉手里的刀,他又没有面子。 所以说,这就是对您那个叫板的一个回应。 您还有一次叫板,是在转系上,他说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 您说随便,那这时候,他一定要做出个举动,给您一个回应。 这个是他所做这个行为的一个缘由。 当然,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我们一会儿再说。 第二,我为什么说大家放松一点,您放心,他这个就是做给您看的,或者是一种威胁的手段。 他自己有轻有重。 您说了,是用家里的刀片,但您放心,那个刀片我知道,就是壁纸刀的刀片,非常的锋利。 如果他真的要是自杀,自杀的话,不用说等到第二天中午,他要割了脉以后,几个小时之内,他就根本就没救了。 为什么到第二天,你看到他自杀了,但是他还好好的,没问题,连医院都不用去。 我告诉你,他是用那个刀的背儿,他会把这个皮肤啊,弄得很伤得很严重,但是绝对不会割到脉了。 他有这个轻,有这个状态。 您这段的观点,我真的不太懂,我觉得如果是,自杀也挺可怕的呀。 这种情况,我觉得孩子一定不是在开玩笑。 我觉得孩子一定不是在开玩笑。 他肯定很痛苦。 我听到特别心痛着,就是无论他做到什么程度,他能把那个刀放在自己那个手腕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很绝望。 他特别绝望,如果他不绝望的话,他怎么会自己割自己。 其实从心理机制上来讲呢,我们隔腕,实际上就是说我心很痛,然后我把这个痛呢,其实通过身体的痛来缓解心理的痛。 这个你们要知道,我觉得现在呢,就是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真的出了问题。 我听你们俩前面这么振振有词的指责孩子,一点都不思考自己的原因。 你们只是从语言上感受到好像孩子在要钱,一直在逼你们要钱,但真的不是钱。 这世界上如果这么简单,说只是为了二百块钱,孩子也不至于跟你们费这么大劲。 你说呢,他到哪里借二百块钱可不可以,为什么还是像父母在这儿,他在所爱。 就你们现在不知道他在以极端的方式所爱,你们不去想,我们给这孩子精神上给足没有。 你们光想着说我们在哪里买房,将来我付了首付,你们慢慢再付什么,好像再激励儿子,再激励女儿。 但是世界上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是用钱能够买到的,那倒简单了。 你看有一段对话,我直接废了你。 哪有家长跟孩子这么说话的呀。 然后呢,就是说,说韩楚夏在北京直高都不用上了,然后以后就别上学了,我养不起你。 这是我说的,对呀,您说的,然后呢,还说随便。 你说,这能跟孩子这个还隔着这么这么远的距离,就跟孩子进行这样的交流啊,说我看了你们那些短信,我特别的气氛。 来,我把我那样看在那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不是,我没说完,其实啊,哎,叶一老师,这个不管您同不同意啊,您看一下我这写的是什么,是就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他并不是,他也是在所爱和关心,我也是在讲这个道理。 我能明白刘尊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以极端的方式,然后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而不能说一味的就纵容他,因为他这样,我们就怕他,然后我们就祈求他,怎么怎么这样,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父母真的有的地方,我不能说你们都做错了,一定也有孩子的问题,但是你们真的反思一下。 从给儿子认识到节目录制前后,加起来大约一周的时间,编导践踏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但是却已经了解了他的爱好,那就是游戏和小说。 在与我们相处不多的时间里,不论是在栏目组,还是在他的家中,儿子不论是在吃饭,还是在走路,都一定在低头看着手机那小小的几寸屏幕。 不难想象,在儿子孤独长大的这些年里,如果他感到寒冷,感到寂寞,感到无助,手机大概是他唯一排解的出路。 现如今,父母与他,甚至不如手机与他更加熟悉。 在父母那儿,他得到的是冲突,回归手机,他才得到了放松,这其实是最被爱的地方。 就是他爸爸吧,就是说,和我,我们都经常也试图过,就是说跟他好好说。 每个星期都跟他打两次电话,或者打一次电话,打一个电话的时候,至少都是半小时以上的跟他说。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就是我高兴跟你说话,我就接你电话,我不高兴接你电话,直接就撂你电话。 我们说严肃慈母,为什么要这样? 就让孩子有喘气的机会,你们俩的叫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母亲特别愿意,我老师手欠,12分你拿电线抽她,对不对? 是这样吧,你抽她,当一个小孩有能力保护的时候,她是本能啊,本能。 最终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问你,你认为她幸福吗? 你认为她做你们两个的孩子,她美妙吗? 你说实话。 你说她幸福不幸福,你从心里里说,你们家四个人,你认为谁最不幸? 其实我觉得吧,不,你就直接回答,如果要说不幸的话,还是我女儿最不幸? 为什么? 因为女儿比她受的最多,受的最多。 我说此时此刻。 你要说此时此刻吧,我就感觉,反正我儿子就是从来是目无旁人,反正我不赞着她,就觉得她是最苦的。 这不是她是最不快乐的一个吧? 对。 对啊,她是最不快乐的一个。 但是我真的看得到她不快乐,我就问她,我说儿子,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是特别高兴快乐的,你为什么老是这样? 她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知道您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当孩子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并不认为您和您的先生有问题,这就是最大的。 因为刚才在整个的交流过程当中,您一直在反驳,就是您的从您的思维模式上是认为,爸爸妈妈为了你和你的姐姐的生存,我们已经在外边很辛苦的去打工赚钱养你们了。 我给你们什么压力了? 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用,给你钱,我有什么样的错? 所以说才会反向导向过来,刚才有一句话,当你们知道了你们孩子去采用那样的一个极端行为的时候,你们那一天去做什么了? 交房款,然后还以次去说,我们家里已经够忙了,你还找麻烦。 23号发生的事情,29号你们回到了四川,也就是你对于孩子的这种关系,您认为够不够? 刚才在整个的对话过程当中,当我们每一位老师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首先采用的是对抗方式,我没有说。 孩子有问题,当王爷老师问你说,家里谁最不高兴?我女儿。 我说句不该讲的话,您认为您的女儿难道就一定心理没有问题? 您听到刚才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女儿哭了,她心理不苦吗? 我希望您还要改变第二个思维模式。 您不能够以一个更苦的人,只是对比一个比他稍好一点的人,认为比他稍好一点的就是幸福。 他们两个都痛苦,您不能这样对比。 说一个被踹了三脚的人和一个被踹了两脚的人,他们俩都同样疼。 不是说被踹了两脚就比被踹三脚说我不疼,这种对比方式是错误的。 所以我希望爸妈首先要改变一下思维模式。 其实你们两个把错误观念摆出,真的,我相信你们俩非常爱你们的孩子。 任何一对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爱的方式值得探讨。 不要认为说由于一些政策的限制,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好像这就是逃脱了我们的责任。 或者说我们俩可以回去一个,你做选择,你说让我们回去就回去。 说话,孩子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你们夫妻是一对,他们心里知道,虽然他们很小,但他知道你们是一对,你看你们俩手拉手感情那么好,这些消息都会传递给孩子。 他怎么能承受的料理,把你们俩拆了,去陪他,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有,一方面很苦,另一方面又很自由,不排除说回来就该管我了,但是这种可能性恐怕要低于那种压力。 然后你们说,我们寄宿在一个老师家呀,有个老师在管啊,然后在我姐姐家就宜家呀,有人在管啊,他只是晚上睡个觉啊,或者他只是周末的时候怎么样啊,没人管啊,好像都很轻描淡写。 那你们能不能回到一个小孩子九岁,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他还跟孩子天天陪伴在一起,完了以后你们这孩子就得九岁,悄悄地回到家。 一个人能想象他开开灯,钻到被窝里,两天早一睁眼,又是一个人的世界,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他的心里有多灰暗,咱还不说家里有灯没灯,外边天黑不黑,他的心里有多灰暗。 对一个去年有的孩子自杀,自杀了以后,他给我打的电话,说那个王老师,就是我服药了,然后呢,我就给他家人打,他家人说自生自灭,就给挂了,然后我就和我先生就开始恋爱线号,打车,早上堵车呀,后来我就说你现在赶紧能走吗,我说你爬到那个门口,把那防盗门打开,因为救不了,他不开门救不了,我说在这等, 然后我就让999,我开始找到120,120已经出来了,说不行太赌,早上捡了嘛,我让他999,把他救了,救了以后呢,就在那抢救嘛,我到的医院,抱着我就哭,后来我就问他,过了这个大概两三周我就问他,就是你真想死吗,他说我真想死,只是我越来越害怕了,就是我害怕你知道吗,他不是不想死,他在那个过程中他害怕,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他说我就是恐惧,我不知道怎么办,等待的时候,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他是装的,没有一个人想死是装的,你想想他拉的是哪,都是要命的地儿,他要拉手背,拉这儿,拉大腿,就拉这皮,是,拉的都是要命的,拉脖子,拉这儿, 只是说在那个过程中,他一定有害怕,人们不知道,人们对死是恐惧的,是吧,就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想,在那个时刻,我的孩子多么可怜 我想顺着华尔老师说的话,我也表示一下我的担心,因为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说现在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说孩子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父母居然不知道为什么 亲人都不太乎了,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会居然会这样,他们说特别想知道,但是他说我跟孩子无法沟通 现场,专家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面对专家老师的质疑,魏女士夫妇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对于儿子和女儿多年留守家乡的经历,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说到沟通的问题,栏目组编导在前期采访中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 就说你有啥不愉快的,可以跟我们说出来啊 你姐姐说了,假如我们有一天不给你买房子,你姐姐都会给你买房子给你,照样给你付约供 我说了,我不在意这话 那你不在意,你这会儿不用玩手机,可不可以啊 你是在手机上工作了,还是在手机上学习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捕捉到的母亲与儿子之间的这种沟通 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其实那个时候孩子并没有在看手机,在玩什么 他就是在手里拿那个手机,他就是不喜欢跟他妈妈去沟通 在那种情况下,你们觉得孩子会看什么,真的会很放心的,很好的去玩一种游戏吗 不是,那是在逃避 但是他当跟我们编导沟通的时候,孩子是截然不同的一种一种样子 他当时的确是在玩手机,妈妈在旁边指责他 后来呢,我们就让妈妈先到外面去,因为我想跟这个孩子聊一聊 当我跟他坐下来聊的时候,我跟他说,玩什么呢 这个时候他很自觉地关上了手机,放在了旁边,然后跟我说,没玩什么 我问他最近喜欢看什么呀,哪部小说呀 他还是可以,就是非常流畅地告诉我什么小说 我说,那你最近喜欢看什么动漫 他告诉我,他喜欢一个日本的动漫 我说,那你欣赏这个动漫里面的什么 他说,喜欢里面的友情 那种一起战斗的,一起面对的,就那种友情 我觉得他跟我 一个是我们俩之间年纪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一个是他可能觉得我 没有,对他没有敌意 我对他没有那种想要指责他的欲望 而我更多的想做的是去理解他 我努力地去理解他 他跟我说什么,我都会说,对,我能理解,我都懂 但是,相比妈妈 孩子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为什么你不跟妈妈聊天呢 这些你都可以跟他说呀 他说,我为什么要说呢 没有用啊,反正我不管说什么 我妈都会指责我,不管说什么 他都会骂我,我没有用 我何必浪费那个口舌 另外,刚刚刘尊老师说到 孩子可能是想吓唬他们的时候 我也问过孩子这个问题 我很委婉地问他 你当时想要去刀片割自己手腕的原因是什么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孩子跟我说 我就觉得没劲 活着没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懂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啊 就是一个怎么说的怪圈 就是把孩子留在老家的这些父母 是为了给孩子更多的 赚更多的钱 让他们有更好的未来 而留守儿童待在老家 没有父母的陪伴 其实度过了灰色的童年 其实他想要拥有你们 希望他的那个未来的美好 很难 所以真的是一个怪圈 你们以为在用最好的方式爱他 而其实他并不觉得你们在爱 所以你看您提到的 我是一个月给你800 还是多给你200 我是给你买个房 我还给你买手机 您提到的爱儿子 听起来全是用固执在衡量 而儿子特别简单 在墙角对着墙说了一句话 我不在乎 所以孩子究竟在乎的是什么 听完编导的话 魏女士陷入了沉思 那么儿子小黄究竟是为什么自杀 又为什么采取那么多种 暴力的方式对待父母 他这几年的留守生活 又是怎样的 这个瘦弱的男孩心里 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花季少年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好想撕 他把刀子拿在他的那个左手边 左手上 他说自杀不是吓唬你们的 这个我们以为是吓唬我们的 太鸡肋了 轻生背后不可思议的理由 让人难以琢磨 选择留守是出于无奈 还是父母教育的忽视 为什么要这么去理解问题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是老出脚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该如何挽救这个举刀的男孩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没上学了 嗯 你想不想念学校里边玩得好的这些小伙伴 有没有跟他们联系啊 没有 其实还是挺惦记他们的 毕竟待一起的时候挺高兴的 爸爸说一个人呢 就是奶奶走了以后就你一个人 那个时候是 寄宿在那个托管的那儿嘛 那儿还是有很多同龄的 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强烈 也没什么 那个时候也过来了 在你的记忆当中啊 爸妈天天陪着你 是在你几岁的时候 说真的我不记得有 不记得有这样的时间呢 这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呢 愿意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吗 如今提到自杀 小黄脸上依旧会有不悦的神色 当他向编导第一次提起这件事时 他不自觉的遮了遮手腕上的疤痕 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说我就觉得没意思 这个世界没人爱我 之后他缓缓讲出了自己自杀的始末 事情的起源也因为他最爱的手机 小黄在校的某一天 手机不小心被得预处的老师发现并没收了 他想起以后没有手机孤单难熬的日子 不禁蒙上了自己再买一个的想法 于是他开始着手从自己生活费里苛扣 并且管同学借了钱 为了还钱 儿子不得已向母亲预支生活费 并且做好了饿肚子的准备 精打细算的想着如何熬到月底 可是来自于母亲的责骂和冷漠 让他越来越绝望 最终选择了自杀 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不解 究竟是怎样一个导火索 导致了儿子举起刀片滑向自己呢 在那一瞬间 他现在在想些什么 是害怕还是绝望 那条短信是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吗 短信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挺激烈的 当时我就是 看完了 人家觉得特别 特别悲伤 人家 他没告诉我 因为不知道这种情况 如果他告诉我了 也许我不会那样 直接就是 拿起旁边的那种材质刀吧 人家直接就往自己 手腕上这划了一下 划到哪个受伤了 阿姨能看看吗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人 但我刚才那一瞬间真的 我感觉到了你特别特别疼 如果爸爸妈妈当时能回一些温暖的话 是不是你就不会伤害自己了 如果是回一些温暖的话 好吧 千万觉得自己还是 在他们心中还是挺重要的 回一起父母在短信中的话 小黄突然泪如泉涌 委屈不已 通红的脸庞 颤抖的嘴角 都让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痛苦 宣泄出了多年积压的情绪 在他落泪的一瞬间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静静等待他的释放 这样年少的一个孩子 也被告诉父母想自杀 父母却回复随便这样简简单单两个字 让他彻底失去了温暖 失去了深的希望 我知道你心里挺难过的 我也为你难过 但其实 爸爸妈妈也许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其实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太好的时候 有吗你觉得 有 就好像那个学习的事一样 我也知道我是应该好好学习 我也不是没去试过 但是那种真的是 你想搞懂 但是你怎么去弄都没有 都没有效果的感觉 无力感真的是太糟糕了 我就再也不想尝试了 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你会发现 你找到了一个快乐的源泉 你觉得玩游戏是你特别快乐的 是这样吧 那于是呢 你就沉浸在这里头 而且呢 你还特别阵阵地有词地 讲了一个故事 说某一天我玩 爸爸说12点就别玩了 但是我那是团队作战 是吧 还没有结束 但是他强硬的一定要让我不快乐 似乎是这样一个桥段 对不对 那我就问你了 12点你认为 爸爸是不是已经很忍受了 才说出这个12点 以你对他的了解 你认为他想让你几点就关手机 要让我关手机的话 他能 他希望想让你几点关手机 是10点呢 还是11点呢 还是12点 他希望的话 当然是希望我越早关越好 对 所以12点 他已经在压抑自己很多的这种不愉快了 可以这么解释吗 但是好像我们这时候略微有点贪婪 因为我们一再的宽容和一再的人让 我没完 所以你不应该管我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和家长可能有一些不理解和对峙 但是我们都得给彼此有点余地 但是似乎好像当你不能够全部满足我的时候 那这时候好像我就有愤怒了 那同时我们说承诺是金 也许那个时刻 其实你和爸爸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 行行行 12点我就不玩了 有可能吧 但是好像我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对不对 可能爸爸并不是让你不快乐 而是特别希望你能够像一个男子汉一样 能够讲话了吐个兔明是个丁 是不是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今天能够好好的听我们几位 也都是长辈来跟你讲一讲 让你知道怎么才能够真的在父母面前活得那么仗义 活得那么讲话有底气 而不是说用那种我们说比较小儿科的方式 拿个小刀啊 拉这儿啊 拉你们啊 是吧 这都是很 我们说就是他就是儿童期的一个行为 不是一个成熟的 还一个大人的行为 儿子小黄上场后的表述 让各位老师既心疼也有些着急 心疼的是儿子多年留守生活的不幸经历 而着急的却是儿子现在厌学的负面情绪 而此时观察室中的父母对于儿子的陈述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他们希望上场当面跟儿子沟通 刚才听了 他跟你们沟通的都挺好 但是这句话从来没跟我们沟通过 但是呢 我就觉得 但是我的初衷还是想让他就是继续上学 因为他确实就是太有惰性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比方说我们在晚上九点 让他九点半上床睡觉 他会当时答应 但是你转身的时候 他会又偷偷起来玩 所以这一点是令我特别头疼的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你觉得你比较懒惰吗 在很多事情上我是比较懒惰的 你所有的错都是我造成的 你有自己的原因 能认识到自己也好 但是我还是想让你上学 成绩差没关系 可以补 只要你愿意学 我记得我刚刚说过 那种真的是 你怎么学都搞不懂的感觉 真的太糟糕了 我不想再去体验 其实从我就是说 虽然说你在我身边的时间少 但是凭你的毅力来说 你不是说不爱学 你是压根不想学 所以才造成的 因为你小的时候 一学任何东西 是非要搞懂为止 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你有惰性 没有 其实没有其他毛病 真的 你就是有惰性 就是不想学 而且也就是因为 你玩游戏或那个看小说 成绩下滑的 就像刚才我在下面听到 你说你在初中的时候 是班里前二十名 实际不是 我看过你的成绩单 我去学校过 老师也给我过你的成绩单 你在班里是前三名 你在全校是前十名 你根本不是你说的 只是在前二十名 没必要记得特别清楚 对 我知道你是不想记得太清楚 因为你对你的学习 你直接成绩下滑 是从高一开始的 其实我很相信你 你在初三的时候 而且是换了一个地方 从北京一下换到老家 而且是硬健身 根本就是半学期 倒数三十名的成绩 一下子上升到班里的前 就是前二十名 真的我非常高兴 说实话儿子 我只是觉得你 对自己 就是要求的太少了 妈妈平常是这样跟你沟通吗 也是这样跟她说 但她不认可 很多时候她是这样说 但是平常是说着说着 平时的时候 她们那些话太深入我的心了 让我都怎么想跟她说话 说实话儿子 我只是觉得你 对自己 就是要求的太少了 妈妈平常 不是这样跟你沟通吗 也是这样跟她说 但她不认可 平时的时候 她们那些话太深入我的心了 让我都怎么想跟她说话 你们很少有机会这样的 你一句我一句的沟通 这样说过 但她不会跟你说 就是她不会回应你的 对对 你跟她说 她不会给你回答 就是拒绝回答 或者是直接不回答 要么直接就躺床上去 不理你 你知道吗 就不回答 拒绝回答 不沟通 谁要叫被动攻击 就是从心理学上 就叫一个心理防御机制 就叫被动攻击 那她为什么采取被动攻击 一定有人主动攻击了她 然后她作为晚辈 如果她主动也攻击回去 她知道可能会有社会的工序良俗的那种 觉得好像不被允许 自己至少自己知道自己是晚辈 但是她会采取被动攻击 您一上台 太咄咄逼人了 您觉得您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吗 这个应该是复言母词 您这个词母在哪里 我在这里都给您记上了 我开口 指责 质问 反问 你就这么三种形式 你像一个领导 现在坐着犯错的员工 管你呢 我给你开了都行 就是这种态势 说的话 你这儿子不走了 都是 他就是好脾气了 这孩子就算 你看他都快哭了 坐这儿 他很紧张 因为你想 他也有面子 我觉得你做妈妈的 咱们今天是要解决问题 但能不能 态度稍微好一点 针对父母上场后 指责儿子的态度 王建一老师 义正言辞地 给予了批评 但面对建一老师的话语 母亲依然不能认同 她似乎还想解释什么 但及时被丈夫制止了 也许这么多年 他们从不觉得 自己的沟通方式 有任何问题 看到这种情况 主持人决定 再一次播放 母亲和儿子的 那一段谈话视频 那么再次看完 这段视频后 魏女士是否会有些改变 和思考呢 就说你有啥不愉快的 可以跟我们说出来 你姐姐说了 假如我们有一天 不给你买房子 你姐姐都会给你买房子 给你 照样给你付约供 我说了 我不在意这 那你不在意 你这会儿不用玩手机 可不可以啊 你是在手机上工作了 还是在手机上学习啊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手机啊 这就是我很无赖的时候 本以为看完这段视频后 魏女士会有所反思 因为在这段沟通中 大家都看到了 魏女士咄咄逼人的态度 那么她自己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呢 然而 让在场的各位老师失望的是 看完视频后 魏女士的状态 让大家更加无法接受 那天还算是很温柔的 平时真的我就觉得是恨铁不成钢 就是无论你跟他说什么 不会跟你正面说 我说孩子犯错误也很正常 改完都是好儿童 但是做妈妈来说 肯定也会有犯错的时候 我也是学着做妈妈呀 我不是生下来就会啊 我说我的童年比这痛苦多了 那个时候跟你们相比 没法比 你爸爸跟你讲他的小说 我都不愿意让他讲 我都觉得那些痛苦的童年 没必要带给你们 我知道 其实你恨我也有原因的 你是希望 你想玩到什么时候 就玩到什么时候 不希望我管你 可是我做不到 我们是没有文化 所以挣的钱都少 希望你好好学习 有文化的时候 再怎么玩 怎么玩都能玩 你通常都是这样沉默吗 你刚才说他就这样 不搭理你 你家也咋说 说你的 他不会搭理你 妈妈这样掉泪 你看过之后 没有感觉吗 没有 我想 就是大屏幕放一个东西 这是在我们 录制之前的时候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让孩子和母亲 彼此说三个字 对对方的最想说的话 首先我们放一下 妈妈对于儿子的 最想跟儿子说的建议 这三个字是调改做 刚才这番共通 其实我就觉得 父母就是希望 他能做到这个三个字 咱们放下 儿子对于母亲 最想说的三个字 你很烦 这是我没想到的 你没想到 对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 小伙子 非常平静的感觉 就是看到妈妈伤心 你是平静的 但是再说没想到的 我能预感到 他说这三个字的意思 他烦我 就是嫌我 就是管得太多 烦我是经常唠叨他 喷铁不成钢 就是无论遇到 什么事的时候 他从来都听不进去的 就是这样 他写这三个字 您很烦 他说的是我 所以一定是我们 不想听我说过 不是您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一定要调整 和儿子沟通的方式了 虽然他说这三个字 未必是公正的啊 他是从一个 青少年的角度去说 但咱们的方式 一定没有找到 适合儿子的方式 至于我妈说的 那个文凭知识嘛 我觉得吧 那些知识啊 很多大学学的知识 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会用到很多 就连高中的一些 什么函数啊 什么的 在日常生活中 基本上都不会用到 除非是一些专业的工作 才会用到这些 他不是让你用 他是开发你的思维能力 他从来都听不进去的 就是这样 面对为女士 咄咄逼人的态度 儿子采用了一贯的冷漠对待 不论母亲说什么 儿子都一言不发 这样的场景 让在场的专家老师 不禁十分担心 这样的状态 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 继续下去 一定会导致儿子的思想 更加封闭 行为更加极端 于是 主持人决定 让王颖老师 与儿子下场单独聊一聊 希望能走进小黄的内心 同时留在现场的为女士夫妇 又将面临怎样的心灵拷问呢 他们又能否转变呢 但实际上这个孩子身上浓缩的 不仅仅是他这样一个案例 而是这么多留守儿童 家庭都有可能面临的问题 所以他是一个缩影 是一个代表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尽量 帮助你们来解决的问题 在两位家庭当中 还有一个人 虽然说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但也经历过 留守儿童所经历的 所有的一切心理感受 也许表现得不像儿子那么极端 但他也挺难过 那我问你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 玩游戏确确实实影响学习 有的 有的 爸爸妈妈着急 你能理解吗 是吧 但是他们的方式你不能接受 可以这么说吗 比方说他可能指责你啊 谩骂你啊 挖苦你啊 是不是这个方式让你特别烦 你很烦 是烦妈妈还是烦妈妈的行为 主要还是他说的那些话 你当年得不到关爱的时候 怎么去 排遣自己的情绪呢 我可能还好 因为我是女孩子 就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呀 做什么事 可能那时候 对于我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话 会相对比较强一点 我那时候更多的吧 就是心情压抑了 出去走走 嗯 自己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待着 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就这样慢慢地自己调节 其实今天你长大了已经 可能承受能力 比弟弟那个年龄已经强很多了 都说女孩早说的早 所以 跟他想了看了不一样吧 那时候 所以现在家里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一直在泪流满面 很无助的 很无助 一直在哭呢 你知道弟弟自杀的事吗 我知道 因为我跟我妈 是每天晚上都可以见面的 嗯 所以我妈接到这个短信的时候 当时就给我看了 然后我看到到一个短信的 第一反应是 她没有钱了 借到同学的钱 同学逼她还 她没有钱还 所以她必须要跟父母要 所以当时我跟我妈说了这个情况 然后我妈也 听到我的建议 就是 再去翻看了一下 他们之间的对话 嗯 从对话中 然后觉得不能再这样放任她 嗯 我给你什么 如果一旦我要不了了 我就会 说出一些过激的语言 或者是危险的动作 威胁到你 让你感觉到 我会去这么做 你对弟弟过激的言情是非常不认可的 太偏激了 嗯 她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偏激 冲动性 所以你当时给妈妈建议是 不要被弟弟这种偏激的言情和所谓的威胁 就一再地纵容她 当时我只是给我妈 分析了这个情况 她只是说让我赶紧跟她打钱 有可能没钱 我只能提供一个建议 但是具体怎么做 需要我的父母去思考 嗯 你觉得父母的方式 跟我弟沟通方式不是一样 就是在弟弟伤害自己之前啊 和妈妈爸爸发了那么激烈的短信 你看过什么感受呢 挺心寒的 心寒弟弟的言行吗 对 可是爸爸妈妈说的话也挺激烈的呀 可能在那角度不一样吧 嗯 她也是在爸妈身边待过一时 她知道爸妈的工作情况 还说出这种话 挺心寒的 你是在心疼爸妈了 你觉得这种行为 让你感觉到很心寒 她不理解父母对不对 对 然后从另外一方面 你觉得父母对于你弟弟来说 做得怎么样 你怎么看待父母 在教育你这个弟弟这个问题上 你是怎么看的 客观地说 我父母对我弟期望挺高的 所以在教育他这方面比较严厉 我给你铺好了路 你按照我给你铺的路走 这是妈妈爸爸的共同的想法吗 按照他们的路走 我爸妈共同的期望吧 那你是不是按照你爸妈的期望走的呢 我 算是 算是 对 所以说你觉得 弟弟如果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走的话 你会觉得弟弟 不够听话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不懂事 我不会觉得他不会听话 或者是伤害到父母 我只会觉得 他自己选择了一条坎坷之路 到这儿我真的想去探讨和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弟弟现在没有按照你父母的安排走 你会觉得 你的弟弟可能不够听话 或者有点叛逆 我可能观点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弟弟可能现在有自己的想法 你刚才说他没有接触到社会 早晚他会接触到社会 但是他有选择自己 怎么去接触社会这样的一个权利 为什么要一定按照父母的路去走呢 对 我也觉得一个人的人生 不应该是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这个问题 我是那么想的 因为我是修地铁的 我都把它带到我们那个工地上 16号线零五标 我只要自己看 在办公室 这是有文化的人 在下边像我 我说一看像你老伴我 就说基本上是没文化 但是我有现场的就是说技术 我说在下边你看 这就是没技术 没有文化的人 我说你自己看 我说他们现在干那个工作 你一直对比一下 我们特别理解你们 就是这一代人出去打工 咱们这一代人 他得探讨一下 您觉得您这么做对吗 你带他到16号线去体验 这个是对的 后边说的那些话 就要探讨了 为什么人要分出三六九等 为什么认为说上了大学 做到办公室就是人上人 而那些有技术的人就成中间人 然后那些没技术靠自己的心情汗水 正在拼搏生活的人 就成了下等人 不不不 为什么要这么去理解问题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相对来说 如果说有文化 有那个技术 相对来说就是比下边 就是干活 也没付出那么大的 就是辛苦劳动程度 我是给他说的 你觉得做办公室很容易吗 不是容易 这么一份工作都不容易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个我理解 但是就是说 你看他住在办公室的人 他至少他的各方面 身体和各方面的工作环境 他都不一样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您从小在一个 比较艰苦的环境中成长 所以呢 您希望您的孩子将来生活的 能够更容易一些 能够不走那么多坎坷的路 是这样吗 对对对 这是您想要去跟孩子 我就是跟他教导的 是传递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您把您小时候所欠去的这些 强加给了您的儿子 您希望他过这种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 并不是他想要去选择的 他现在不努力的话 将后来肯定会比我现在吃的苦更多 叔叔是这样的 您向往办公室的生活 但是没有体验过 您只是从表象上看来 您觉得那种生活是好的 是衣食无忧的 是光鲜的 是风吹不着雨打不到的那种 所以您没有体验过 就理所当然的 从您自己主观认为 那是一种好的 就让孩子去这样 相反妈妈不想让孩子去读植高 因为您觉得读植高的人 是没有出路的 只有上大学的人才是有出路的 说不定他们读完植高出来 赚的就是要比上大学的人多 他们生活的就是要比上大学的人好 我们在座的都是上过大学的 但是并没有说我们就觉得自己有多么的有优越感 因为上大学它是一条路 读植高也是一条路 这不同的路 为什么一定要让所有的孩子去挤着那一条很窄很窄的路 让孩子不得已想要跳到河里面去 也不让他走一条稍微宽敞一点的 而且他自己有规划 有方向去好好走的路呢 我是那么想的 也是那么考虑的 就是说你现在是该学知识的年龄段 对不对 如果说超过这个学知识的年龄段 假设你现在验高中 那如果说你再等十年 你还能验高中的知识吗 不可能了 我算是做办公室的 今天一天 网上贴了两个高要 可能看到我一天就不得劲 我仍然要坚持站在这里 对 这就是工作 其实做不做办公室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之所以跟您去讲这段话 是想告诉您 您今天所看到您孩子反驳您的每一段话 都是你教育他们 我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孩子说了我要读制高 你们说你要上大学 那么为什么 刚才孩子说为什么读制高 不想上大学 他说了函数没有用 他是这么讲的 为什么他觉得函数没有用 是你告诉他们 你们告诉他说 学习 干什么 做办公室 做办公室干什么 有一个好的收入 所以学习等于收入 学习好等于收入好 所以你的儿子就能有一个净率 学习等于收入 函数不等于收入 函数我不要学 我要学赚钱 这就是 您千万不能有一种错误的理件 是说 你以一个四十多岁人的一种思维模式 你的一种成熟度 然后告诉孩子 你要有民族使命感 社会使命感 一系列的东西全放给他 包括说你要告诉他们说 爸妈生活很不容易 包括刚才您的女儿 就是你们所有人去告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让他去理解三十岁的人 四十岁的人的成熟度的想法 你不觉得这样点过吗 他十四岁 十五岁 他达不到那样的知识体系水平 换句话 有一天 我真想跟二位去说一个道理啊 也许有一天您的儿子成长了 到达了您这个年龄的时候 您二位已经慢慢老去 您的知识体系可赶不上他了 到那一刻的时候 他天天坐在这里 指着您二老开始数落 您试试 他告诉您 你们老了 跟不上社会了 你们现在就是老思想 你们在干什么呀 你们就得听我的 知不知道 儿子这样训你 您受得了吗 二老爷 你也受了 我们特别希望你知道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是如何对待生命呢 其实吧 在我看来 这个人活在一边上 活的就是 还是就是在乎那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 在乎的就是自己喜欢的 还有就是一个 自己需要被在乎 那么你期待谁在乎你 当然是父母亲人 是母了 所以说作为儿子 现在未来的发展 我不能说他一定说上职高就好 或者一定说上大学就好 我们叫做因才师教 我不再给您探讨说 他比上大学还是上职高 我关键是要给您探讨的一个问题 博士毕业 照样有罪犯 小学毕业 照样有英雄 最重要的教育孩子的是什么 是庇质 是素养 是素质 而不是紧紧的去追求 他有学到了多高的学历 甚至博士后 甚至博士后毕业了 在很好很好的单位 那收入可能都是你们一个月 人家的收入 可能你们两个人加在一起 一年都挣不来 但是照样进行自杀前的咨询 你知道吗 那我接这种东西就太多了 所以说呢 我跟你说一个人 他的学习能力 只是一个人的能力之一 我们不因为说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弱 然后就全盘否定了他 我觉得这是家长犯的极端的错误 为什么说刚才不等爸爸说完 我就急了 就在于说赶快遏制住你们这种错误的想法 你们说做办公室如何如何 那我就告诉你 我一辈子是做办公室的 我年轻时候好好读书 你想我今天55岁 我能上大学 可见我当年是在全班55个人书 能考三个人的时候 然后我就考上了大学 这就是我的代价 你知道吗 就是永远背着 我从20多点 我就背着这些垫 到处 什么工作我都背着垫 什么意思 做的 以为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是电视人 我们是著名的专家 我们很光鲜是吗 刚才郭明亮律师说 他贴着两块膏药脖子上 你看我这腿 还贴着膏药呢 我站不是坐不是 我坐这吧 我腰疼我站着吧 我腿疼我哪都难受 可是我还得给你们去处理这些问题 为什么 职业精神 而这种职业精神 是靠不是靠学历培养的 如果说一个人说的 我我可以读到博士 但是我这个人人品很差 他不见得有职业精神 所以说你们俩思路打开一点 不要说现在 那个就把孩子逼成这个样子 我说一下我心目中您二位的形象 刚才那个建一老师 比喻这个妈妈说是个什么 说是个领导 其实我觉得比这个还要严厉 我感觉妈妈呢 就是一个教官 好 我终于看到了您的笑容 但是这个爸爸在我眼里是什么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法官 我问一下 您这个法官会笑吗 从您上场到现在 没笑 这也许就是我的职业毛病吧 嗯嗯 但是您认为这就是严谨 对吧 我是就是 他学这个地铁 但是您不能 因为您的工作原因 您自己这个把这点 我说的阳光 其实就是你们二位的 脸上的这个笑容 嗯 我其实是真的 有这样一种感情啊 嗯 你们这一家人 包括女儿 其实对生活 有一个小小的误区 这个误区说小啊 也小 因为你说可以看到爸爸妈妈 还是他们是愉悦的生活在一起 父母的感情 但这个误区说大很大 因为你们整个家庭的氛围 是什么误区呢 你们认为 我努力工作 我赚钱 我把儿女养大 给他们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教育环境 给他们提供尽可能最好的学习机会 我们的使命 我们生活的真谛 对吧 大姐大哥 这些年一直忙着赚钱 甚至在北京就能给女儿买个房子 多不容易啊 你们没有文化 没有受过更多的教育 对 但其实生活的真谛是什么 如果你们读了更多的书 经历了更多的事情 你们会发现 生活的真谛 并不是钱 并不是你们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 生活的真谛是什么 我相信这句话可能我问出去 电视机间观众朋友 不加思考都会说 生活的真谛是爱 爱用钱买得来吗 爱用知识建得起来吗 对 爱用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呢 爱用什么可以去感受呢 爱是心里的东西 大姐 爱不是我挣了一千块钱 要供我儿子读私立学校 爱不是我挣了一万块钱 我要给女儿攒手铺 爱是心和心的沟通 爱是你看到儿子那个手上的伤 痛在你的心里 爱是真的要陪伴 要付出 要关爱 不是把自己对人生的期待 强压在孩子身上 我刚才为什么问姐姐说 弟弟和你沟通好不好 你说还可以 但以这么短暂的时间 我和弟弟交流 我觉得弟弟也不爱听你说话 你也给他好大的压力啊 如果这是我的弟弟 我绝对不会舍得他15岁 去找一份工作 而且谁会用他呢 他成童工啊 他去了 我知道他去了 我是指你们都是希望 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 你们的期待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 但是由于方式 未必是正确的 导致现在这个小弟弟 如此的不愉快 你这个姐姐应该做的 其实我真不建议 你是压迫他说 你去看看爸妈挣钱 有多不容易 养你有多难 你这样花钱 不是 你不应该用说教的方法 高压的政策去跟他勾取 你应该用的是那种温暖的 手足之情的爱 没有 没有 以前没有想过 跟他 接触也少 对呀 为什么说你们缺爱呢 你们的爱都转化成实实在在 我去工作 我去赚钱 我去让我们的生活更 其实我不相信在农村里 在大山深处 那些放羊的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跟牛羊生活一辈子的孩子 他们不行 我觉得他们幸福的 我也不认为在城市高楼大厦里 住着豪宅的一家四口 就一定快乐 很多不快乐的 所以生活的真谛 快乐的真谛 真的不是知识和钱 是我们有没有去爱的 希望你们都好好思考 也许这个话题对你们来说 有些遥远了 这么多年我们都在拼搏奋斗 舍下了孩子在老家去努力 但是得到的并不是温暖 这一番沟通后 父母二人逐渐明白自己身上的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缺少爱 缺少对儿子心灵的关怀 才是让他们彼此冷漠的真正原因 他们希望儿子和女儿一样听话 但是儿子没有 所以在儿子产生叛逆情绪时 他们变得手足无措 而观察室当中 王颖老师跟儿子的沟通 又会有怎样的结果 我给他换了张图 一个是妈妈 一个是妈妈的很多行为 是他的否定和攻击 然后我就问他 你说你烦他 我烦你 那烦的是哪个 他说我烦的是后者 就是那个每天指责他 否定他的人 那我说那妈妈呢 他说妈妈我不烦 他说 我后来他就说 我说那妈妈有什么特点 他妈妈很幸福 就是他烦你 不是烦你这个妈妈 是烦这个妈妈的行为 经常否定他 说因为 其实我也挺难受的 他们想让我在北京 体验一下生活 好让我再回去上学 没打算让他回去 他的感觉 他说你们永远不会支持我 他想让你值高 永远不会支持我 所以他说我知道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孩子可能所有的心思 都在研究你们 为什么 这叫防御 这防御你们怎么算就我 好 其实亲子关系 如果到了这个程度 其实确确实实很悲凉 我觉得我儿子没说真话 真的 我觉得他没说真话 他哪没说真话了 就包括他说 我们没支持他上职高 这件事他就没说真话 你支持他上职高啊 其实他说上职高 这个事是这么说的 您支持他上职高吗 其实当初我说了 你如果是你觉得特别好 你想去读一个有专业的 可以 我们不是不支持你 我希望儿子马上上来 可以 你们用的方法 不能再是这种 王老师这个流着泪说 心疼你们的儿子 您流着泪 再把王老师的发 给他都怼回去了 也许是恨铁不成钢 所以父母才会对儿子 如此的着急 这种心情大家都能理解 但作为儿子来讲 他确实不能接受 父母这种给予爱的方式 此时 儿子已经站在城下 一家人即将同场 那么 这一次 儿子能否坦然面对父母 父母又能尊重儿子 对于未来的规划呢 爸妈说帮你找了 好多职高呢 姐姐刚才哭半天 你看到了吗 你知道姐姐为啥一直哭 那个时候 那个年轻比大 他说 他既心疼爸妈为你操心 又心疼你自己伤害自己 谁说没人关心你呢 大家都很关心你的 你跟王老师沟通的怎么样 你觉得 挺好的 你能多少理解一下父母了吗 真的可以啊 啊 理解父母什么呀 辛苦 辛苦 叔叔你的打算吧 王老师说你准备 休整休整 继续回老家去读书 这是你的打算吗 没关系啊 有什么可以说出来吗 负责你想去读职高 小伙子 想读职高 其实我更想的还是 要么就是 老力活嘛 直接去学那个 动漫游戏制作一类的 嗯 那样的话既是老力活 而且又是读职高出来的 在哪里读呢 北京吗 北京老家都可以 两位支持吗 可以 啊 这么痛快 对 我对他选择来说 我说只要他乐意的 我都愿意支持 可以 听到了没有呀 以前妈妈支持吗 不支持 我不是对你的不支持 就是你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的想法 其实这个时候 要稍微多点之后会说 其实儿子我觉得你是挺有主见的 对 是够聪明的 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 专业去 我支持你 对 你只要喜欢的 你可以 就是我相信你的能力 是没问题的 妈妈要平常这样跟你说话 你是不是会觉得 开心一些 嗯 那你怎么还撇着嘴呀 习惯 习惯了 很多时候表情是要亮的 但心里不是那么小 哦 所以妈妈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是挺开心的 真的呀 但真要去上了职高 也要好好读书的 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明白吗 明白 包括你要学编程 也好多都是英文呢 如果很苦的话 你怕吃苦吗 怕那是肯定怕的 嗯 那还是得坚持 但吃还是要吃的是吗 你只要有这个信心 自己想去学的 肯定你就一定能学好 给妈妈的这个转别战态度 不鼓掌 邀你带头鼓掌呀 啊 其实你老妈挺好的 她就刀子嘴 豆腐心 她要不是那么刀子嘴的话 她怎么在外边赚钱打工 把你们两个都攻打 是吧 爸爸说两句吧 我给妈妈就是说 对你们解定量的 希望相对的时候 肯定高 肯定是要高点 我相信的时候 你解定量也应该感受到 就是说对你 你现在就是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来北京以后 我不是也陪你去找了这些学校吗 嗯 也就是说根据你自己 如果是你实在愿意 做我当父母的 我也不是说说 不支持你做这个 相对的说 我就说 嗯 这是面上广一点 相对是好一点 我是那么考虑的 嗯 理解 我觉得你们这一家人 调整的还挺快的 本来我又准备心理学图片 又准备心理游戏 但现在似乎都用不上了 因为你们都 随着这个过程都在调整 那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四个人做一个选择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 第一 快乐的普通人 第二 痛苦的成就者 第三 快乐的成就者 第四 痛苦的普通人 每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选第三 你选三 爸爸选三 妈妈 我选第一 妈妈选一 排字 也是第一 你也选第一 好 爸爸要知道你是少数啊 没关系 啊 这个我来分析一下这个选择 爸爸实际上在整个的过程中 你就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 所以你选第三 叫快乐的成就者 其实所谓追求完美 就是某种天机 就人不可能做到完美 那你追求 表面上看 我定的目标高啊 我动机强啊 但其实好多痛苦也产生其中 那么你仍然定一个高目标 那你就自己去完成 就你不要强加给你的儿子 因为你的儿子选的是快乐的普通人 那么你希望儿子是那样的 但是你的妻子 其实虽然在他严厉的背后 仍然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他希望他的儿子是快乐的普通人 表面上姐姐也很埋怨弟弟 显得有一点不通情达理 但是其实姐姐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姐姐 她也愿意做快乐的普通人 所以说你们家从价值观来讲 实际上这三个人是统一的 除你之外的那三个人是统一的 你们家庭也没有离得很远 再一说前面的定义都是快乐的 也就是说你们知道人生实际上失去了快乐 什么都没有意义 交给你的任务 你说说儿子的优点吧 优点说实际上话 他优点也还是挺多的 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善良 善良 对善良 一是善良再一个来是比较坚强 我觉得这样的品质是非常珍贵的呀 就是无论你的文化程度的高低 但是人品必须是第一 必须要有人品 如果是你没人品 以后出生社会 你不无论你就是文化程度再高 那都是不好 爸爸也算是夸你的吧 爸爸这样夸你你开心吗 也不笑呀 微微一笑 其实心里开心的是吗 你有这么好的品质 以后得学着也帮帮爸妈呀 对不对 你说你会做饭 妈妈教你的 来北京了 你现在反正也在休学状态 有空给爸妈做顿好吃的 行吗 真行吗 做什么 说来听听 可以做粽啊 或者是面条什么的 回家给爸爸妈妈姐姐 他们都在工作 也挺辛苦的 熬一锅热乎乎的粥 全家人暖暖的吃一碗 你觉得这件事情开心吗 平时的话 我觉得那是没什么 如果真的是和谐的话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 挺好的 爸妈如果吃着儿子亲手做的粥 你们会开心吗 那肯定 心情肯定不一样 你看爸妈都在笑 前几天他就跟我熬了一次粥 熬的挺好的 我还说他爸爸都没他熬的好了 其实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 听这个孩子说 其实他们家很少有机会能 所有人坐一块 能吃一顿团圆饭 这就是我们当天采访的时候 我们的编导和这一家人 一块吃的一锅粥饭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但吃饭的时候 大家有说有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场景 是我们都想看到的 其实这么多年 一直可能孩子跟父母分离两地 两个孩子都是聊手的 其实到现在来说 我们可能说想挽回过去 想弥补孩子的那种缺失吧 我觉得可能已经不太现实 但是我觉得从现在以后 这样的场景能多一些 会更好 其实我现在在想 我每天工作 因为我是北漂的人 我每天工作 我最大的目的和愿望是什么 真的这位父亲 我想跟您说一下 其实每天我那么累 但是回家之后 我最开心的一点就是 我一开门 我的女儿会跑过来说 爸爸回来了 当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一切烦恼都没有 一切家里全部都没有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可能我给孩子 给不了他们太多的钱 我觉得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给孩子带来快乐 孩子能看见我之后 他也很快乐 这我觉得是 这家庭当中是最重要 所以我特别希望 这位父母还有孩子 真的你们要珍惜 这样的一个场景 其实相信两位随着的 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年步力强 当你们的年纪 也会慢慢老去的时候 真的世间最珍贵的 不是你们年轻时候 赚了多少钱 就是你们的儿子 给你们二老 将来的二老 熬的那碗中 这个是最珍贵的 对 想想这个 是不是眼前一些苦恼痛苦 其实都很小 是吧 作为哥哥来说 我想跟你说几句 比较中恒的话 路是你自己走 但是我觉得 你要把你的时间 放在有用的事情上 真的 如果整天沉寂于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比如玩手机游戏 我觉得真的 没有太多用处 那样的话 你到以后 可能未来很多年之后 你会后悔 后悔什么呢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努力 最后可能 我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我真的希望你能 好好的把你的精力 放在有用的事情上 好不好 我是觉得 如果今天 录制了这么久 如果做父母的 能够明白 孩子们需要什么 孩子们也能告诉父母 你们能给予我们什么 我们需要你给予我们什么 那今天几个小时 真的就是有价值的 所以呢 我今天可能跟各位老师不一样 我采取另外一个方式 帮你们出个主意 解开这个答案 好吗 好 儿子能不能站在妈妈旁边 妈妈能不能握着孩子的手 女儿能不能站在爸爸旁边 我把这个答案告诉你 其实这个答案 就在一首非常简单的歌里 我唱给你们听 好不好 好 跟着刘尊老师 现场所有人都一起唱起了这首 世上只有妈妈好 之前儿子和父母之间 有太多的误解 但就在这一刻 一切怨恨都被这个家庭 浓浓的爱冲散了 母子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而全场表情一直冷漠的儿子 也终于流下了眼泪 也许这样的拥抱 他从未有过 十几年的留守生活 让他习惯了一个人面对 但此时此刻 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其实我相信这一刻的眼泪 是值得的 你们一家四口在一起 这种爱互相传递 才是最珍贵的 也许就是我们忽略的 就感觉 就是在财富上的给予 没有太多的关心 妈妈终于认识到了 其实录制这场节目 我有很多难过 因为我觉得 在我们的国家 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很多地方还很平时 很多像你们的父母一样 为了给自己大山里的孩子 更好的前程 更多的机会去看世界 他们不是不爱你 但他们离开了家 把幼小的孩子留在了老家 为的是 你们更好的将来 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 越来越富质 这样的留守儿童会越来越少 能够有父母 陪伴童年的孩子会越来越 但是小伙子 包括姐姐 你们长大了 虽然童年可能并不是 那么完整 那么美好 但是我们要学会 有一颗感恩的心 爸妈 都是为了你们这个家 16岁的小伙子了 给妈妈说一句 谢谢啊 谢谢 爸妈 今天我们说你们的话 可能更多 但我们都理解 作为留守儿童的父母 你们的难处 只是我们的一个社会现象 并不是你们愿意离开孩子 但是毕竟孩子的成长 缺失了你们的陪伴 对不起儿子 这一刻的释怀 黄先生一家期待了十几年 随着一句道歉 这个心愿在这一刻达成了 一句简单的对不起 融化了儿子冰冷的 儿子也开始热情地张开双臂迎接家人 也许多年来 儿子等待的就是一句来自母亲的道歉 这句迟来的道歉 让一家人的心 时隔十几年后再次紧紧贴在了一起 因为我一直只要有时间 正好赶上这个节目 我是必须看 为什么我一直到最后决定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最后实在是没招了 我才那天打着这个电话 不过我想就是请求一下各位专家老师的一个小小要求 你说 我想和你们就是我们一家的和你们一块和个影 好我们非常愿意啊 一张和影 见证的是一段悲伤往事的过去 也是明媚未来的开始 节目落志后的第二天早上 魏女士给编导发来一条短信 短信中说 我儿子昨晚回来很听话 就去休息了 没玩手机 早上我看到他睡得很香 蚊子不多 但从中我们看到了母亲的满足 这个家庭中的两个孩子都曾是留守儿童 他们都曾孤独彷徨过 我们希望通过社会的发展 留守的现象会越来越少 我们更希望出门打工的父母都能明白一点 孩子更需要的不是物质的给予 而是爱的陪伴 大概平均在两三万吧 先生现在因为收入可以忽略不计 他读完初中他都没有读书 你是本高比 我虽然知道他什么都没有 但我觉得凭我的收入和我的能力 就即便他不怎么赚钱 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他是老天赐给我们来拯救我们 我供你上大学 我觉得不是为了让你去养一个男人 他看其他男人连看都不看一眼 为什么一个男人总是跟女人去要钱 他觉得我不够浪 做男人你不能够治国齐家平天下 我都可以原谅 你已经想好就是一定要跟他分开了是吗 对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我把自己关在厨房里 把煤气打开 其实我觉得在条件不适宜的情况下 和平的分手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别人负责任 也是对孩子负责任 在回忍之前我可以天天山面药 我特别希望你成功 你赶紧成功 你成功完了咱俩就离婚 谢谢 感谢观看